早晨,大家好,又是我Snicky和師傅 很久沒見那麼多,3.16所有相關資料都已經釋出了 包括全新的天賦樹,全新的專精系統Mastery System 以及技能寶石數據各略都已經釋出了 換句話說,即是考試範圍就放在桌面了 作為考生的玩家們,如我去回答這份試卷就是我們要處理的事情 先看一份稿 很多很有趣同時很雞辣的專精,的確令到很多玩家頭痛 同時在技能上,除了點燃和持續傷有較多的調整和改動之外 基本上大部分熱門的拓荒技能其實都沒有什麼改變 做就到很多玩家就很頭痛了,要想什麼技能或者什麼流派去拓荒 為什麼呢?因為一來大家都不想太重複,玩過就無為玩 二來大家都不想冒險,沒玩過就沒理由試 Anyway,今天跟大家介紹三個拓荒流派 這三個拓荒流派的主題都是兩個字穩健 因為其實它們都是平平無期 但是又做到很相關的效果,我們正式進入主題 第一個要介紹就是Pathfinder Scourge Arrow 追獵者天顯之戰,好似合今季的主題 第二個要介紹就是Sabotor Ball Lighting Mine 破壞者天雷地雷,也是力九不需要的拓荒型流派 第三個就是Bleed Gladiator Lesser 衛視的流血破空斬,都是一些穩打穩摘的流派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師傅影片的說話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追蹤我們的Twitch直播,謝謝你 好了,鑑魚已經是第四次做相關拓荒型影片 那真的重複的話就不多說了 長情可以看以往的影片 或者我們後面都會一直播放相關的圖片 跟3.15的影片有一點點分別 就是因為我們3.16這個轉世再驗天賦樹的改動 這一刻是遊戲未實裝的 所以天賦樹我們會沿用3.15來做實機畫面 但是我們的文字寶原的Block 是會有相關的天賦,是有相關的Paste Bean 是已經是3.16的了 換句說話說,當我們正式進入遊戲的時候 你可以開一個Web site或者PoB 所以你Paste Bean進去就可以找回3.16你可以點的天賦 好,我們真的正式開始了 好了,我們去回遊戲的部分 首先我們第一個介紹就是PartFinder的Scourge Arrow 就是一眼前大家所見的 Scourge Arrow只有一些特別的,我們進入遊戲再說 但是先說一些GENERAL的東西給大家聽 In case你是第一次看的朋友 我們的角色雖然是90LV,但我們還有23點天賦未點 大約人物角色大概60多LV 然後我們是故意沒有點到Dodge 因為3.16這5點將會不見了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角色基本上是零這個防禦措施的 在一個實機畫面上 但是當我們3.16的時候 因為有相關的天賦 就會有多一點的防禦機制 我們從MAP再聊一下 又是一個TEAM的地圖 好了,我們開始了 那麼天顯之戰和其他戰攻似 攻戰類技能來說是有少少分別的 我們首先按一按RK先 就很簡單寫一箭出去 我們打開Derilium也沒什麼問題 寫一箭出去 儲氣之後他可以引導 只要引導了5層之後 就會放5個包子出來 1.2.3.4.5 這5個包子出來 重點其實就不是在我們人的本體上面 是在上面的環影射手上面 因為環影射手都會很乖地儲5個 其實我們只需要按一按RK 寫一箭之後 環影射手就會幫我們做回剩下的事情 如果我們攻擊力嫌他不夠高 不要緊 我們就放多個炮台 按Space Park 放多個炮台 就會有很多類似包子的東西 彈出來然後就會造成相關的傷害 亦都有淺射或者叫做少少範圍效果 變成打圖方面就比較輕鬆一點 但是因為這一刻我們是沒有任何閃朵的關係 當然就盡量不要跟怪人顏面去衝擊他們 因為沒有閃朵的情況下 其實玩這些脆皮的流派是比較危險的 然後還有一件事就是 留意我們W和上面有個500多K的數字出來 留意W 我們按一按W之後 基本上就好像我們開了RF一樣 不斷讀我們身邊的怪物 直到數字完結了 差不多完結了 那就沒有造成傷害了 這一個就是這個應該叫病毒之翼 Pludge Bears的技能 我不太記得我的名字 因為很少用它 我們開了之後 當我們存滿之後 就可以再按W 又可以做一個假正火的效果 走過就會燒 再配合我們頭上的環影射手 就可以做到影片相關的效果 去到打王部分 剛好完了 不好意思 幸好不會死 對 打王部分 我們放回相關的炮台 然後補回 我們一路射他一路射他 同時又回避一下 記得喝水 走近一點點 觸發Aura 那就沒問題了 這個天天之戰的缺點 就是打王方面 可能會比較乏力一點 畢竟我們是持續傷害 和要中毒 傷害未去到很可觀 在沒有裝備和沒有星團的前提下 攻擊力的確是有點削 如果是打王的話 但是青塘方面 大家都看到剛剛的水準 既有一個按一下按鍵 就可以有青塘的效果 我們有幻影射手 也有W的假RF 然後也有炮台幫手 所以青塘方面 是比較舒服的 相比其他兩個流牌 好 第一個介紹就到此為止 那我們就去看一個了 第二個要介紹就是天雷地雷 天雷地雷 相信大家都有玩過或者有聽過 畢竟地雷托方 是非常之耳熟能長的流牌 都是非常之穩打穩摘的 但是師傅對於地雷 真的沒什麼好感 再加上我真的不太懂得玩地雷 但的確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托方流牌 所以這次就跟大家粗略地去講解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去玩的話 這個絕對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托方流牌 我們正式開始了 地雷就跟其他技能 比如說自己的私放或者COC 各種都有一些分別 就是地雷是需要引爆的 因為我們站定定地托 基本上它什麼都不會有 畫面是沒有東西出的 但我們只要這樣引爆 就會有相關的技能出現 同時你行魔也會因為托地雷 而被人留給了 而保留了一點點 所以地雷 開頭玩的時候 要多了一點時間 去習慣手感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玩地雷真的不太懂 例如我的手感是非常差的 即是何時要按引爆、何時要丟掉 我是不是掌握得很好 而且我說話是有點困難的 但是在遊戲遊戲上 如畫面所見 都是丟掉後引爆、丟掉後引爆 這樣就完成了 地雷的好處就是 傷害的scaling 方面是非常良好的 因為不一定是scaling 法術傷害 大家都可以scaling 地雷傷害 都是可以幫到我們的輸出 所以地雷在拓方階段 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去到打王部分 我們首先開了一個真相的 奧術落刃 導致他有Sniper Mark 我也說不及 導致他有Sniper Mark 再加上相關的詛咒各樣 然後就不停按著引爆 這樣就打死怪了 但地雷方面 大家見到基本上都頗穩打穩摘 只不過需要按著 如果對方引爆 基本上你打任何地圖 在早前期都是非常臭效的 你不需要特別的配裝 你亦不需要特別的配置 已經做到效果了 唯一的要求就是你需要地雷像 那你把地雷像愈早有就愈好 那沒有地雷像可以玩到 我一定回答你玩到的 但當然會辛苦些 因為空甲都可以不穿 但地雷像就一定不可以沒有 基本上這是一個非常穩健的流派 看看大家會不會選擇 鏡頭再轉到最後一個要介紹流派 又是衛士又是流血 那我們就進入地圖再談 之前和大家介紹過流血弓 也有介紹過流血的盾頭 上季又玩過穿刺的盾頭 今次就是流血的破空斬 這個拓方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穩健的技能 我們只需要按一下 讓敵人造成流血之後 然後就會造成相關的爆炸 從而清徒能力上 都是相對地優秀的 然後我們先找一條路 去打一隻黃 然後也是因為拿盾頭 這兩個武器之下 基本上去到黃圖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當然攻擊力可能會有少少少的改動 又不算很嚴重 但是基本上要打這一個地圖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防禦力方面也是沿用最穩健的格檔流派 基本上都是沒有什麼好商量 大家看到就算是鬼也好 都是只需要射幾刀再跑走 就完成了 下次還是不要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比較大一點 因為都沒有什麼好說 這一個建築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因為未來3.16這一季 如果是用流血弓的話 那個加成上會比以往多了很多 因為有新的天賦樹 也有新的mastery專精 去附載這個流血弓 或者叫流血的技能 這樣 所以其實下一季3.16 玩這個流血或者持續傷害 其實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所以這一個標 如果你不是太喜歡破空斬 我們先去打王 我們隨便打幾下 他就血死了 不要說那麼多 基本上如果你是想用這個 做起手 然後轉換其他的標 都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配置之下 基本上你可以輕鬆去到黃圖 也可以繼續這樣 聊聊天 跳一跳 right kick 等他流血流死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穩健的流派 我們三個流派都是相對地比較穩健的 三個拓方流派大致上都是差不多的 這三個拓方流派的重點都是穩健的 因為無論是設定 無論是配置 各樣都是很平凡的 他沒有什麼特別很高的配置 但也不是非常主流的技能 他勝在就簡單單單 穩穩陣陣去打圖 升等級各樣 有基本資源之後 就可以轉回你心儀的流派 或者將它推完成都是沒有問題的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去到片尾部分 就粗略觀望一下這個Lit 整體改動上 其實將遊戲的上限和下限都拉長了 新手朋友們的話 因為魚圖由八區改成四區 理論上卡圖卡珠的機會會大大減少 起碼遊戲樂趣方面會容易獲得到 如果是新手朋友們 如果是老手朋友們 因為將遊戲時間和內容拉長了 大家可以販可以龍的東西都特別多了 例如有新的裂痕石 有新的五軍 柚圖 礦坑的改動各樣 將整個遊戲的時數 拉長 是by這個遊戲的內容 都是非常健康的 同時在天花版裝備的製作上 現在要練到三口才可以開始製造 或者是要製造完之後 還要製造到你才能製造到你心儀的裝備 對於難倒的朋友們來說 絕對是一個喜訊 基本上整體來說 看路紙就好像幾得了 希望到時就不用wtf 起碼不會像上次的Lead 辛辛苦苦整套整套 最後又不夠力 又不夠錢 又不夠魔 還要打不贏 今季希望就不會有 今次應該不用看別人難受 希望大家都可以樂在其中 最後再一次感謝上季開Lead 有份參與直播的觀眾朋友們 北京北河間 何師傅YouTube Channel Twitch和Discord 都成立了一段小時間 回想回3.13 我們開始去誠邀各位POE玩家加入之後 到今時今日 大家都不再需要孤單托方獨自打裝了 打機我們除了開心之外 分享文章也非常重要 多謝那麼多的支持 聖夢創愛 感激不盡 謝謝你 同樣地今次開季 都會有連續7天的直播托方 是有classic的深夜卡關早餐台的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留意Twitch的直播 人數方面不嫌多 唯獨只欠你一個 希望到時在Track Room 見到大家 謝謝你 最後就對標了 國際服的開服時間 是港台時間10月23號凌晨的3點鐘 即是星期五你下班之後 睡一會兒晚上3點鐘就開球 如果你未睡的話 可以進來看看我們有多睏 如果你那天有工作 晚上才可以玩 或者翌日才可以玩 不要緊 通常我們都是未睡的 希望到時會在Track Room 見到各位 我們3點鐘就見 多謝收看 謝謝你 再見 諸位